全美各州陆续解封 从商家 海滩 教堂到卖场逐步开放 美国民众也戴上口罩上街购物 逐渐要习惯防疫新生活 美国疫情虽然缓解 却付出了惨痛代价 全美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总人数正式突破十万人大关 比越战 韩战 波安战争三场战役下死亡的美军人数总和还要多 十万条人命丧生 美国总统川普面对记者提问 却白白手一言不发 让CNN主播忍不住说重话 上来热衷推特治国的川普 罕见没有针对死亡人数po文 因为他先前的贴文被推特标注无事实根据 川普一气之下扬言要关闭平台 还将签署一道管制社群媒体的行政命令 而对手拜登趁势以感性诉求向全民喊话 事实上全美仍有14个州病例持续上升当中 但经济活动的复苏也等不下去了 波音公司就因为疫情影响客机需求大幅下降 宣布大财1.2万人 娱乐场所也陆续解封 赌城拉斯维加斯 预计6月4日起重新开业 佛罗里达州各大主题乐园解封时段 企业高层和政府官员也达成共事 至于疫苗研发也成了全球竞赛 上百只疫苗积极开发当中 美国防疫权威佛奇表示 如果一切顺利渴望在年底问世 而解封后的美国能否将疫情二度爆发的可能降到最低 还得看民众是否能全力配合口罩防疫和社交距离 东森新闻 戴雨晴 黑海涵综合报导